那我先請教這個 講一下波瑋好了 波瑋可能比較有這個可能性 因為今天講到徐曉昕案 其實他沒有太在於更多更多的說明 可是讓我覺得受到驚嚇的是什麼事情 是他在臉書上面丟出了一個 是有關於王毅川去擱桌 然後我們來看這個畫面 這是王毅川沒有錯 他去銀行辦事 在他們家附近而已 那徐曉昕就講說這是不是你啊 你又有闖紅燈有什麼的 可是我就覺得很詭異的是 他除了早上 這是早上 接著我們看他畫面中 因為他在他的臉書的留言 有丟出影片 1點41分有一段畫面 1點47分又有另外一段畫面 說他有違反交通規則 正常來說 我在哪邊出沒 如果真的是有民眾看到我拍下 那就拍下 但是他不是 他是感覺上從桃園一路跟到台北 一直跟在他的屁股後面 這不是很恐怖的一件事嗎 對 我其實坦白講 在還沒有找到王毅川 到底有沒有什麼 藍營指控的監視人民之前 我們已經確定王毅川被監視了 王毅川現在已經被監視 所以現在他是不是被監視 是 王毅川叫做王世堅被監視了 但這個問題很好笑 就是說其實你知道最早 就近幾年 2018年開始 最常在那邊講說 我的車子被裝的追蹤器 然後國家機器迫害 然後出路生活不自在的 其實是國民黨起的頭 還記不記得韓國瑜說 我去到哪裡都會被知道 我懷疑我的這個市長管底裡面 有民進黨的監視器 那一方面再這樣子講 一方面拿不出任何證據 另外一方面 徐曉星除了這一次對 王世堅益川兇的跟拍爆料之外 之前也還有陳時中 再之前也還有這個 市長選舉過程裡面的一些 紅線圍庭幹嘛的 我就覺得很好奇 跟拍難道現在也是政治人物的工作 之一了嗎 還是說政治人物的這個支持者 幫忙他的幫忙他支持的對象偶像 他的民意代表來跟拍別人 這件事情是對的嗎 王毅川有沒有錯 我跟你講 闖紅燈該罰就罰 這個很巴掌 王毅川絕對不會下車跟這個民眾說 你認不出我是誰嗎 口罩拉下來說我是王毅川 不會吧應該沒有吧 所以王毅川第一時間的意思就是說 好那交通違規該罰就罰 但問題是 怎麼就那麼厲害又那麼剛好 坦白講我自己也有被跟過 跟的人多多少少心裡有數 那這個當年我在被跟的時候 他是從台北跟到台中 然後晚上再去彰化 隔天再去高雄母親節 跟了四天之後 反正總是你知道說 你到了哪邊他都有在就對了 可是國家繼續跟你還是政治籌疑 沒有某一個記者 然後甚至是因為他跟我 然後我下車我去這個那個時候 有一個摩天輪在 在戰二庫高雄博二那邊 然後因為我下車 所以那個那個記者就偷偷跟著我走 然後我就覺得不太對 回頭一看他說 3Q哥我是你的粉絲可以拍照嗎 奇怪這個人拍得到 為什麼後來都上新聞 然後當時也有跟這個 徐曉星被週刊所謂的爆料報導一樣 他前一天有打電話來跟我確認說 那個3Q哥我們有跟你 我們有這邊有拍一些你的生活 跟了你一陣子之後發現 你沒做什麼壞事 但是沒辦法 我們只有跟你 所以這禮拜還是要出你的報導 應該不用平衡 因為沒寫你的什麼東西 所以他就跟一天 這至少人家是記者吧 你現在都弄成是什麼 民眾爆料政治人物支持者 自發性行為 可是跟 我認為你如果問我 我會覺得不太單純 還是說有什麼退役的 這個相關的攝影工作者 有接案在做這些事情 總之啊 還沒有這個被抓到 國民黨從韓國瑜開始的 宣稱國家機器跟拍這些事情 被政府監視這些事 還沒有找到證據 但是現在很確定的就是 只要有人得罪徐曉星 或者是徐曉星想要 他就可以把這些行為 用爆料來轉化成跟監人民 我認為這個是 不太厚道的行為 導播幫我簽一下那個畫面 他不是跟在後面嗎 公灘北 那個行車記錄器的畫素 我自己覺得我的肉眼我看不到 我沒有辦法看到野車牌號碼 所以呢 徐曉星他其實後來 在下午的時候他有講說 我是因為有民眾檢舉嘛 然後看到同一台白色BMW 同樣闖紅燈 請教一下全台灣有幾輛白色的BMW 幾六十台 不是幾六十萬台 根本就不計其數 為什麼會覺得說 那個開車的人是王毅川 這個我不能理解 我百思不得其解 然後徐曉星他說 我跟你講 如果那個王毅川需要 我不在場證明的話 我告訴你 那個6月11號那一天 同一時間你在路上的時候 我跟同事約在我家開會 何姐還叫了外送 然後他在臉書下面 他其實有截圖說 他們外送叫了620塊的食物 然後說 我有不在場證明 少來這一套 老大做壞事 通常有不在場證明 那小弟去幹就好了 哪有需要老大自己去呢 對不對 不過要講到跟蹤的話 我被跟蹤的老前輩 我要先講一下 你也是被跟蹤的老前輩 不然你還沒出生 我就被跟蹤了 太久了吧 因為以前我在正南無的 自由時報寫稿 對 然後幫黨外助講 那個時候警備總部的時代 一定跟的 而且他們那時候跟的 技術很粗糙 你就可以直接 比如我們兩個通話 會聽到中間有卡拉的聲音 對 我們就 通話有雜訊 對 我們就說 有人在聽 我們掛掉這樣 最離譜的還有一次 居然直接聽到說 我也要一份 他的聲音跑過來 可是有人要買東西 怎麼說 我也要一份 就聽到 所以那時候本來 而且他那個也不怕知道 讓你知道他在跟你 他就是讓你心生恐懼 不過這被跟 也不是完全沒有好處 因為我有一次就 接到一個電話 我就很火 我就聽出那個聲音 我說你又要怎樣了 因為他有時候會打來說 你最近跟誰來往很密切 什麼的這樣 我就說 我說你又要怎樣了 結果他說 那個你車子後車燈壞了 要不要 這麼善良 好意提醒就對了 那這是被這個政治跟煎的時代 那後來有被社會跟煎的時代 對對對 就是那個行為不減的那段時間 那個跟中很有趣 你知道他們跟到多認真 跟你去爬山 那爬山是很辛苦的事 也不是說開車什麼 看到BMW而已 我們去爬那個山 是算蠻陡的 他們真的也兩三個跟著去爬 你還帶著大攝影機這樣 後來發現他怎麼都不拍 那是真信社吧 對 沒有雜誌社 雜誌社 對數字周高 你到晚上還有沒有體力 對 所以然後 對然後拍 奇怪不拍風景是拍人 對不對 然後當然就把我跟另外的人 拍在一起 然後就可以變成 可以看圖說的故事這樣 對而且他們認真到什麼地步 就我在我那時候在台中 因為兩個分居 夫妻分居之後 在台中工業區旁邊租房子 你今天要講這麼多私事就對了 對 不是我的意思說 我要告訴你更些厲害 他們租房子住我隔壁 那我怎麼會知道 因為他那間門從來都不關 所以我一回來他就知道 因為我如果回來 他如果關門他不知道我回來 對 而且裡面常常沒有什麼家具 我曾經偷看沒有什麼家具 然後就是大概看起來就是 那種年輕記者的那種樣子 兩三個人這樣子 對 那當他跟到你就確定 你有罪狀的時候 他會跟你最後的攤牌 說我們拍到你什麼什麼 看你要怎麼樣反應 就像他們去問徐小鑫一樣 說你的那個潛艇 你的那個什麼 這個外線內線交易 然後徐小鑫還說被冤枉 你就帶釣魚你就講潛艇 你就沒有講聲紋 其實我們這樣講好了 徐小鑫做這件事情 沒有別的目的 就是他的老套 老狗玩不出新把戲 他就在轉移焦點 你剛剛講他十二項罪名 不止 不止 對 我現在查出來 我現在因為我忘了郭喜也告他兩項 對 所以再加上基進黨今天告的 基進黨今天告的銀行法 一共十五項 所以這個設計對白 這些人不知道為什麼哭成一團 傅昆吉說 馨兒你現在十五罪併發 恐怕我的肩膀也沒辦法讓你靠了 所以徐小鑫的目的就是這樣 你繼續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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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